现在我们进行的是STR营染实验 首先配极胶制备 这是一个已经安装好的电容槽 电容槽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两个部分装入缓冲液 而中间是凝胶部分 凝胶部分是由边条两个玻璃板和梳子构成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TBE是0.5成的TBE 我们应该取适量的胶粘度为5% 胶浓度为6%的配极胶液 今天配合这个电容槽 所使用的大约30到40毫升 分别加入10%的过硫酸和TEMED 以催化凝胶过程 TEMED应保存在棕色屏中 加入催化器后 应混匀 由电容槽的阳极侧 加入配好的凝胶液 缓缓放倒 凝胶液将由底部的空隙进入到两个玻璃板之间 玻璃板应该清洗干净 以避免在凝胶液侵入玻璃板间隙的时候产生气泡 让你 alternative开发板进入到两个玻璃板之间 甜心 Harold 当凝胶液接近梳子和玻璃板边缘时即可 凝胶液在室温聚合40分钟以后 已经达到了完全聚合的程度 可以将电用材直立分别在两边加入电用缓冲液 可以将电用缓冲液在室温聚合40分钟以后 电用缓冲液加完以后 取出梳子 取出梳子 然后冲洗每个酱液 冲洗每个酱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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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洗完毕之后 可以依次加入已经混有载量缓冲液的样本 以及这种衣机应来的 这种衣机应来的 就是marker 这种衣机应来的 感谢观看 听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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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听一下 听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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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 听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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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一下